耳朵也能得脚气吗 叫脚气不好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名叫 外耳道真菌感染 那就是脚气呗 对啊 就是老师弟俩说 脚气不是真菌感染 对 老师弟俩说都是 就是脚气长耳朵里 对 这又回到上期说那句话 老百姓非常能用两个字来解决 很复杂的问题 脚气 耳朵里边长脚气 那是一个啥感觉 有味吗 也刺到吗 也起皮吗 需要用脚选一次性吗 你们还是这样高兴的看 你要换上白大衣 坐在显微镜下 看到那样的耳朵 你得有非常好的犀利 啃压能力 倒也是 很难的 我在镜下 我没法给大家展示那么多照片 但是我在脑海里 现在已经出现了 各种颜色的蘑菇在耳朵里头 很菌丝 不能叫蘑菇 叫菌丝 有黄的 有黑的 有白的 说得像挺美的 不是 我现在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 他的症状呢 我老公有了画面 很难受的 我说一个大家都能见到的真菌 就是我们现在头两天 我不小心一碗饭 或者一个馒头忘搜了 两三天以后再一看 那上就有白色的 霉斑或者灰色的 就那种东西 类似的一样 它是一团一团的在耳道里的 有的是长满整个一片 把耳道会堵满的 然后它的下面这个东西 跟你耳道腔贴这个地方 会产生腐蚀 可是一拿的时候会出血 或者会非常疼 你说痒 那只是非常非常的早期 到后期成这样的话 会有皮肤造成腐蚀 严重的会把骨膜腐蚀 漏了变成骨膜窗孔 那听不着了 不只是听不着 这种毒素一旦进去内耳 会造成神经的损伤 我还见过有骨头的 味道的皮里头是骨头 骨头会腐蚀以后 骨头都松动了 像腐骨 我的天 再严重的就是 真的会出生命危险的 那这个抠完脚再抠耳朵 这个真群是怎么 带到这个耳朵里的 是通过这个手指吗 还是通过这个抠耳朵 这个器具呢 虽然后来这位女士也解释了 抠脚用的不是采耳的工具 但是也引起不少人 对这个采耳电 卫生条件质疑 绝对是一个物理搬运 所以你要么是 以你的耳勺 要么是你的指甲 这个东西 记住一句话 刚才我说了 这种气体没有 你只要是硬刃的东西 在你挖耳的过程中 你要能感觉 你是在挖耳 必定对耳朵是有一个操作的 你的皮肤是要接到力量的 所以在这个力量上 正常就会把你 防御性的这层膜给破坏掉 就是我们的叮咛 我们叫耳垢 或者是老百姓 所谓的耳馋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弱酸性的 一个防御机制 当你在挖耳的时候 会把这种防御屏障 给破坏掉 尤其什么时候 洗完澡以后 有点潮湿痒 非要扣扣耳的 这个时候相当于 你的水把这个地 已经泡开了以后 拿手一脚一弄 就能戳出一道沟来 就这个是 你这时候哪个耳勺 扣完这个东西 手上不干 一脑耳的 真君搬运到这个土里头 给埋上了 就出了问题了 那杨老师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我没有脚气 那我扣完脚 然后再掏耳的 是不是不过没啥事呢 真君不一定表现在脚气上 你是爆皮 痒 脱血 它是在一个潮湿闷热的环境这样 那你看为什么说 手上不愿意这样 都脚上呢 因为我那天比如 都穿皮鞋乌眼的 它有潮湿 气出不去就有这种可能 真君无处不在 到处都有 但是真君摘耳道里的出现 或者是我们体内有些真君 实际上是一个机会性的感染 这有点疏语是什么呢 是在某些条件下 正常的是什么 正常是不会的 就即使我扣完脚扣耳了 也不一定一定会得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但如果我这个时候 我有一些疾病 我大量的用了抗生素 或者我有一些肾病了 大量的吃激素 就是免疫抑制剂 抗生素大量使用的时候 就会把你自身的免疫力下低 这个时候细菌被压制住了 真君就长起来了 就这样 像除草剂一样 你把除草剂撒上去 草莓了 倒着能长出来 就这么个原因 Cubisen 优独播剂 静